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生活在英国的华侨来说,将这种文明的精髓传承给下一代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这使在英国的华侨子女和喜欢中国语言文化的英国人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提高了。 约克是英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居住在这里的华侨日益增多。 在这么一个多国籍、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交汇的学习环境中,中文的教与学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在家和父母交流,或者在网上学习,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要促使华侨华裔子女努力学习中文,就必须要有专业的教师和方法激发他们的兴趣。 约克中文学校教授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体字。 教学方法上将采用以学生为中心、语言学习以交际为目的的交际教学法。 课堂任务尽可能贴近真实生活场景,采用结队和小组练习,达到让学生在课堂上多多练习使用汉语的机会。 课堂上采用多媒体、穿插、儿歌、游戏和歌曲,来提高孩子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学校还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年龄、汉语水平划分级别,并针对不同年龄级别的学生采用不同的课本和教学内容。 例如,在初级班,教学重点是绘画和认写基本汉字,不强调汉语拼音的教学,以避免年龄小的学生与英语里的Phonics相混淆。 从终极开始,我们将系统介绍汉语拼音的发音朗读,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 此外,培养和鼓励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自我表达能力。 约克中文学校设在约克大学校园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先进的设施,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游戏、社交的环境。 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语言的机会,也能让学生们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社交、表达和领导力。 约克中文学校创办的宗旨是为社区服务,在约克和英格兰北部地区营造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区。 学校拥有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专业的教师,我们还将提供广泛的中文服务,以及举办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社区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和新奇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 on Sunday I learn Chinese and make friends, my Chinese has improved, and it's really fun. I like York Chinese School, I make new friends here, I enjoy learning Chinese here at York Chinese School, I like your Chinese school You can go on to your shop That's a little one That's a little ice cream Go on to handle the food You can go on to your shop